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果香味十足的苹果派 松软又好吃 首先准备一个柠檬,清洗干净 我们用一个合适的工具 来取一些柠檬皮 把它擦碎 记住不要擦到柠檬皮白色的部分,那样会发苦 差不多这些就可以了 再把柠檬切拌 取一半的柠檬汁 我准备了两个苹果,有500克 清洗干净去皮 再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把它切成薄片 越薄越好 把苹果片放入碗中 加入挤好的柠檬汁 把它拌匀,腌制几分钟 在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搅散 搅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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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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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100毫升纯牛奶 再次搅匀 再次搅匀 这是50克已经融化好的黄油 我们先加入30克 其余的20克留着备用 搅匀 再筛入13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4克泡打粉 再搅拌均匀 再搅拌均匀 再加入柠檬碎 搅匀 最后搅成没有颗粒的粘稠的面糊状 把腌制好的苹果片 分次的加入大碗中 拌匀 一定要确保每片苹果都均匀的包裹住面糊 我准备的是一个7寸的模具 铺好油纸 把苹果糊 把苹果糊 分次的倒入模具中 记住每倒入一次都要铺平压实 最后再把事先预留好的20克黄油 淋到上边 我们可以把模具这样转一转 尽量让它铺的均匀一些 最后再震几下 烤箱开上下火180度提前预热 把苹果派放在下层的位置烤50-60分钟 剩最后10分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上边盖上一层锡纸 避免颜色烤得过重 因为烤箱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具体的烤制时间要根据自驾的情况来定 烤制苹果派明显的鼓起 颜色金红就可以出炉了 我时烤了55分钟 颜色非常的漂亮 脱模了以后 在晾架上边放置温热 再薄薄的撒上一层糖粉 这款苹果派在烤制的时候 就已经是满屋子的香味了 出炉的瞬间更是香味扑鼻 这款苹果派是非常适合作为下午茶小甜点的 搭配咖啡、茶都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口感外皮焦酥 内里又非常的松软 咬上一口有浓浓的苹果和柠檬的香味 它的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 建议热爱烘焙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试一下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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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